哈囉大家好,我是茶哥爸爸 今天我們要來看一副很強的牌組 這副牌組是牌友介紹給我玩的 雖然我少了其中一張核心牌 玉痕 但是呢 但是呢 我把它換成了上氣還有小玉痕 這兩張牌的話強度依然是非常的誇張 在就算沒有玉痕的情況下 我這幾天玩起來這副牌的勝率 也差不多有六成到六成五左右 換句話說呢 如果各位是有玉痕的話 那這副牌的勝率肯定是更強大的 好那我們就立刻來看看這副牌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收看更多Marvel Snap影片 本頻道的會員機制正式開啟囉 有興趣了解的朋友呢 記得用電腦版的YouTube 到茶客爸爸頻道的首頁點選加入 了解一下各種會員福利哦 這副牌主要是用夜行者 克拉文 鯊魚傑夫寶寶 蛛絲女蜘蛛人 蜘蛛人麥爾斯 還有本次通行證的強卡 驚奇少女 鋼鐵小子 大群 幻視 還有末日博士 那最後一張呢 應該是要放上玉痕的 但是因為呢 我依舊還是沒有抽到玉痕 所以呢 我就替換成上氣 還有小玉痕來玩看看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沒有玉痕的話呢 那建議先試試看上氣 這副牌一樣可以打出很亮眼的成績 那小玉痕也是OK的 那這套牌主最好玩的地方呢 是在於他的一些不可預測性 其中呢 最難讓對手預測的呢 大概有兩大點 第一個呢 是我最喜歡的這張牌 大群 如果你是熟悉我的觀眾呢 就會知道我有多喜歡大群這張牌 只要牌主能跟大群有搭配的 我一定會嘗試看看 大群呢 真的是非常好玩的一張牌 那第二個難讓對手預測的點呢 就是移動 眼尖的你們呢 應該有發現 這個牌主呢 跟移動非常有關係哦 有克拉文 夜行者 鯊魚寶寶 蛛絲女 蜘蛛人 幻視 這幾張牌呢 都是會讓你的對手 無法確定你是否會移動他們 來搶下 來增加哪些場地的 戰鬥力的不確定性元素哦 尤其是蛛絲女跟蜘蛛人 帶來的不確定性 真的太大 那就因為這一點呢 可以讓你的對手呢 增加很多的心理戰的心理壓力哦 那這幅牌呢 還有一張很強大的單卡 那就是我前陣子 才終於用令牌 買到的這張鋼鐵小子 那當然啦 因為我到現在為止呢 都是用手機玩為主的玩家哦 沒有體驗到祭牌器的這個好用之處哦 但光是這樣呢 我就覺得鋼鐵小子很強 為什麼呢 舉例來說 如果現在是打到第四輪 那我手上呢 是沒有抽到末日博士的狀況下 我就有可能會打 考慮打鋼鐵小子 因為如果我掃到末日博士 那就等於說這一局呢 跟下一手或下下手 可以打出總共四隻的這個 毀滅機器人 又或者是我鋼鐵小子打出去之後 掃到幻視夜行者這樣的移動效果牌 那他就變成一張是會移動的四六戰力哦 是不是呢 又可以讓對手 頭痛你接下來 場地上的戰力分配了呢 那最後一張強力單卡呢 原本應該要是預痕的哦 但就像我說的 我沒有抽到他 所以目前就是放上上漆 或是小育痕來頂替 好那簡單介紹完這一副 最強沒有之一的牌組之後呢 就讓我們來看看後面的幾把 征服賽的實戰影片吧 好我們直接來打打看 征服賽哦 那第一把呢 我們遇到了 巴嘎耶夫 我們第一個場地是 微縮實驗室嘛 那我們 通常呢 我會把這個 克拉文 放在 最左或最右的區域 應該這麼說 這副牌玩起來呢 由於有這個 驚奇少女的關係 所以我們盡量呢 把戰力分配 在順手的狀況下 沒有被對手玩家 counter到的狀況下呢 我們盡量把戰力分配在 最左跟最右邊 就是第一個跟第三個場地哦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所以通常 我會把 克拉文 這種可以連加buff能力的 戰鬥力的角色 選擇左邊或右邊 那這一場呢 我就是選擇把克拉文下在右邊 那照這個邏輯來講 所以我們在打這個 可以被移動的 可以移動的這些卡牌的時候 例如這一把的 夜行者還有 鯊魚解剖寶寶 我就會下載 左半邊這裡 這樣子的話 我會多一個 選擇權 可以把它選到 可以把它移到右手邊的時候 可以再額外增加buff 克拉文的兩面傷害 那這一把蠻順利的哦 對手把這個暴風女 下載了 最第三個場地 也就是我們有打克拉文的這個場地 那也就是說 我們這邊的戰力呢 如果順手待會有抽上這個誰 驚奇少女的話 那我們可以確保 我們右半邊的這個戰力 會比較容易在對方 心理壓力狀況下 我們到底 加上驚奇少女的攻擊的時候 應該說我們到底會不會把 移動牌移到克拉文這邊 這邊會給對方一個心理壓力 那同時呢 我們如果 在對手不知道的狀況下 比如說這一把是第一把對局 對方應該不知道我們的驚奇少女 那我們如果在這時候 再嚇出驚奇少女的話 那我們可以在對方 比較預料不到的狀況下呢 拿下大紅塞這個第三個區域哦 好我們這邊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預痕嘛 那我們這一次 這一把玩的這個 征服賽呢 我是在測試 放小預痕 這個青少女彈頭 跟上騎 哪一個比較好的狀況下 那這一把我是玩青少女彈頭的 那這邊很順利的呢 利用暴風女的這個場地 讓對手自己會在那邊下怪的高機率呢 成功的摧毀掉對方的夜魔霞哦 好那我們順利了 拉上了這個驚奇少女 那第五輪的狀況下 第五輪的狀況下 我這邊的選項有三個嘛 第一個是打上幻視 然後第二個是把驚奇少女壓在中間 那第三個呢 是打大群 但是 大群在這個時候我就不會使用 因為右半邊第三個場地 我基本上是確保拿下了 那我這邊選擇是 移動了夜行者 然後打幻視 這樣下一輪呢 最終五輪呢 我就可以打出麥爾斯 跟 驚奇少女的combo 那我們現在又順利的抽上了末日博士 等於說我們有兩個爆法可以選擇 驚奇少女打在中間 那 三個場地都加五攻擊力 然後再打上麥爾斯 這是戰力分配最大化的玩法 那第二個就是單純的霞摸日博士嘛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 對面是在中間打上了 藍驚奇 好 左邊 那打驚奇少女的時候 這邊還要再次提醒 對驚奇少女比較不熟 或者玩家比較不熟的玩家 就是驚奇少女觸發 他的持續效果的條件是 他一定要 他鄉林地區要能觸發持續效果的條件是 鄉林地區的卡牌呢 不能原始花費不能相同 像我左半邊是兩費的傑夫寶寶 跟五費的這個幻視 那就是可以觸發到驚奇少女的傑夫 那右邊呢 會是兩費克拉文 三費的小玉衡跟一費的夜行者 所以也是可以觸發的 那對手在這邊選擇了撤退 我們直接進入Round 2 好 第二輪的第一個場地開出狂攻堡壘 這個場地呢 在中間的話 就對我們的驚奇少女非常有幫助 在左邊就先當作沒有觀望像 好 第二個場地開出了 昆仑 欸 不錯耶 昆仑這個場地 對我們的 蛛絲絲女超級有幫助 蛛絲女就是這副牌 就像我前面在牌組介紹的時候講的 這副牌呢 其中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 蛛絲女會一直滑來滑去 然後還有主要是幫克拉文 這個BUFF效果跟 對方不知道他會跳到哪裡 比較難控制他要跳到哪裡 那第二點呢 就是 Spider-Man蜘蛛人 3-5的那張蜘蛛人 他可以直接的 強制的把一個場地的對手拉走 跟自己拉走 那對方也比較難預測 他可能會甩到哪裡 那主控方還是在我們手上 好這邊呢 第三個場地開出 呃 伽玛實驗室 那我們就 把這個夜行者移過去 對方打出了暴風 把伽玛實驗室切掉了 那也沒關係 啊可惜 蛛絲女沒有甩到中間 但蛛絲女移動過後 就幫到我們的 邁爾斯摩拉斯呢 變成一費的這個消耗了 不過這邊 我們不會選擇打出他 因為 我們其他的牌 沒辦法同時下 我們就把第四回合 就把四點花費 全部花在 鋼鐵小子上 基本上鋼鐵小子 就算沒有抽到好的 沒有拷貝到好的能力哦 他也是一張 4-6的好體質的牌 然後同時呢 你還可以事前知道 當然對手也會知道了 我們下一張牌會是什麼 那我們掃到了青少女彈頭 如果這時候 對手在那邊 打了一張 我們就賺到 可惜沒有 好 那目前看起來 在右半邊這個大 大紅災的區域是 應該是會被我們拿下來 好 那我們拿上了小玉痕 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應該是下小玉痕加 摩拉斯 然後下一回合 再用末日博士 賭上傷害 應該會是 應該會是蠻穩定的 對面看起來就是個 腦二牌組 全部的這個 剛剛都沒提到 全部的這個 攻擊力都是2點 那很明顯 應該會是個腦二牌組 所以狂攻堡壘 對對方來講 可能就蠻吃香的 那對方在這個狀況下 應該就是會 放棄掉 右邊搶 中間兩個區域 但我們的贏面 在目前看起來 是比較高的 對面就算下一回合打了 腦波征服氣架 看來他是沒有抽到 好那他的 他的青少女團團 把我們的摩拉斯給炸掉了 那損失了5點戰力 不過也沒關係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就考慮 把鯊魚寶寶移到 中間 讓他變5點攻擊力 然後 專心搶中間就好 還是 還是就下 那 末日博士 可能末日博士 會比較 安全 對面在 最左邊有帶頭鵝 所以我們 也只能把末日博士 下在中間 對手Snap下去 8個魔方的賭注 8個魔方的賭注 所以我們這邊先 不要 不要魯莽的 衝下去 雖然我覺得贏面 還是 5-5開吧 我覺得5-5開吧 好第三輪 第一個場地 神聖時間軸 好 那我們 對方打了 妮可 好 那我們 沒什麼意外 就是 鯊魚 傑夫 跟 蛛絲 中間場地 阿斯加 阿斯加這個場地 我覺得算是 怎麼說呢 能搶 盡量搶 因為 多湊兩張牌上來 基本上 就是好事 我們多了兩張牌 可以做操作的空間 但是 也 也不要 硬去搶 如果 為了搶 阿斯加這樣子有效的場地 結果讓自己的 出牌節奏亂掉的話 這樣子 反而是不好的 好 那對面應該高機率 會打在 阿斯加上面 那會把我們的 豬絲女甩掉 那我們先把 傑夫寶寶打在 神聖時間軸 然後 待會 再看看能不能把 豬絲女甩回去中間 然後 沙魚寶寶也可以移過去 果然 對面是 腦波二 移動了腦波到中間 好 這邊的話 第四輪 第四輪 我們手上已經有末日博士 已經有 幻視了 那 我們的這個 鋼鐵小子 因為我沒有擠牌器 所以鋼鐵 所以每次要下鋼鐵小子球 我都會去回想一下 我的牌組裡面大概還有哪幾張牌 會抽到什麼樣的牌 我擠牌器的確比較好用 可以省下很多時間 我抽到了 摩拉斯 比較普通 無關系的一張牌 那對面 打出了邪惡先生 把阿斯加場地的抽牌給拉走了 不過也沒關係 那因為我們剛剛 甩過豬絲女了嘛 那我們的摩拉斯變成一點消耗 等於說我現在可以打 驚奇少女在中間 斷線了 我回來了 我可以打驚奇少女在中間 然後再打一個摩拉斯 在右半邊 或是左半邊 然後把豬絲女甩出去 因為我們最後 最後我們還是有機會用 傑夫寶寶移到最右邊下水道 去觸發驚奇少女 左右場地都加5的這個 戰力 這邊有個小細節提醒一下 由於豬絲女會甩來甩去的 這個不確定性 所以有時候 像這一把的 有可能就是 最後豬絲女有可能會甩到 跟鯊魚寶寶同一個地方 不論是最中的或最右邊 那這個狀況下 就會沒有辦法觸發 MISS MARVEL 驚奇少女的 持續效果 所以這邊要特別提醒一下 如果玩這部牌的話 這個小細節 是要留意的 才可以把我們的 戰鬥裡的傷害 輸出打到最大化 好順利的把豬絲女甩到右邊 不過對方還會 把他再甩弄一次 啊哦 飛爛了 對方的小語痕 這樣的話 我沒辦法在中間下牌了 對不對 好那我應該 我把克拉丸打在右邊 然後蜘蛛人這時候有50%的機率 甩到中間跟右邊 然後我再把 傑夫寶寶移到右邊 所以右邊最大的傷害可以有 2、3、4、5、6 6加5 11嘛 11嘛 11加上3加5 19 最高可以有19 那如果是 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反過來 把鯊魚移到右邊 不對 剛剛那邊錯了 剛剛那邊的話 克拉雯跟鯊魚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他會 抵消掉這個驚奇少女的持續效果 所以我們要把克拉雯下在左邊 然後鯊魚移到右邊 然後蜘蛛人從右邊 再甩 50%的機率甩到最左邊 對方就算下了 驚奇 爛驚奇 中間也是16是持平的 你的好鄰居 蜘蛛人在此 好 看拉到 可以拉到盧克凱基 重出布魯德 最右邊就送給他們了 暴風 硬去疊兩邊傷害 好 我們順利的拿下這一局 4點血量 這副牌真的很好玩 我建議大家 一開始可能會不太習慣啦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稍微試玩幾吧 之後你上手了 摸索出來一些 自己的這個節奏之後 這副牌真的很有趣 推薦給大家 拿去玩看看 這個也是 牌友分享給我的牌組啦 他說他是 我記得他說他是 在 爬文的時候看到 其他網友分享 然後這副牌很強 還是什麼的狀況 然後分享給我玩看看 不過呢 很可惜 因為我沒有慾痕 上一波也 我的鑰匙也不夠 也抽不到慾痕 就有點可惜 那第一個場地 薩卡星 幫我們拉了 末日博士 哇 這是好事還壞事啊 這麼早就拉末日博士 應該算好事啦 好 那這一run 我們基本上 沒事情可以做了 直接空過掉這一回合 那我們手上有不錯的牌 有一張經濟少女 可以確保大紅災 應該是可以拉到10點傷害 然後還有青少女彈頭 基本上 下了10機對的話 可以阻止掉對方一張 不錯的大怪 或是關鍵牌 才說完青少女彈頭 是不錯的 這個 牌在手上 馬上就被 蘇克威亞給丟掉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也有一張 這個蛛絲女 25點戰鬥力的蛛絲女 讓我們可以在 第三回合 勉強地打出一張牌 好 第四回合 第四回合的話 我用蜘蛛人 我可以選擇用蜘蛛人 把對手 鎘蛛人 打在中間 然後 或者是 經濟少女 打在中間 然後 然後 下一回合再把 就是 主人打在右邊 然後 然後 摩拉絲也可以降成 一點 一點 攻擊 一點 能量消耗 對面又重組把中間全部鋪滿 又複製了一張重組 好 二三區域的話 我們要選擇搶哪一個呢 蜘蛛人 蜘蛛人 蜘蛛人這個特效真的很可愛 好 那我們應該是 應該 操守空間也不大 只有 只有這樣下了 我們該會是把 哪一張牌甩到 好 新下 那應該是布魯德重組囉 那 是腦波 真不其 可能是腦波 跟 先下腦波 想要後手 那待會應該就是 魔心女 魔心女 配上 布魯德重組 魔心女配布魯德重組的話 所以對方的右邊可以有18點戰力 18點戰力 18點戰力也打不贏我們啦 我們換式直接炸下去 那最左邊 哦 Snap 對方撤退了 用力 好 沒關係 目前我們有 在征服賽的時候 血量優勢也是這個 跟Snap的時機也是一個 不錯的戰術運用 應該怎麼說 我們現在有8滴血 對方剩下4滴血 那對方的心理壓力就比較大 所以如果我們等下這一局 第五局如果順手的狀況下 那我們只要有一點點順風 裡面蠻高的狀況下 我高機率會 直接Snap下去 給對方心理壓力 對方心理壓力 雅特蘭提斯極樂禁圖 我們這個開局很好耶 很多選項 我們就 薩玉比跟克拉雯都出去 那這個狀況下呢 我們確定手要進擊少女 所以我不會把 阿克希他把極樂禁圖切掉 這個是個好場地啊 雖然我有克拉雯跟鯊魚寶寶 但我鯊魚寶寶 基本上不會移到克拉雯那個區域 就像我剛剛說的 因為我們 應該是會打出驚奇少女 這樣的話鯊魚移過去 就會抵消掉驚奇少女的持續效果 好 盧克凱奇的酒吧 這個是很有載智力的一個場地 我們優勢在 已經有克拉雯在那裡了 所以 不論移不移過去 或是幻視移過去 都可以再增加傷害 我們手上又抽到了 Legion大群 也是可以 打在酒吧 讓他 大家的手把就彈回去 這邊有點 翻譯上的這個 其實Legion是軍團的意思 在英文裡面 所以 我那個X教授兒子這張牌 應該一直都是被叫做大軍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次的翻譯翻成大群 但是其實 念大群 念習慣了也還是蠻酷的 蠻順口的 那再提示喔 大群真的是我 怎麼說呢 很喜歡的一張牌 那 如果有跟我一樣 喜歡大群這張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是你想看一些 更多大群的這個牌術的話 只要有機會 我就會做出來 給大家 玩玩看 參考看看 大群這張牌真的很有趣 對方也是利用盧克凱吉的酒吧 讓邪惡先生在這邊 疊他的副子體 克隆體 不錯 不錯不錯 我們的鋼鐵小子 抽到了夜行者的能力 那我等於說 有 兩個移動牌可以選擇 拉到克拉丸那裡 那這邊如果把酒吧拉 好想看喔 好想 下大群 大群也不對 下Miss Marco也不太對 是不是 下幻屍 然後第六回合可以 好好的移動一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可能要先移動 讓鐵小子到右邊或中間 觸發邁爾斯莫拉斯的 能力 時間快不夠思考了 剛剛 聊太多天了 那我們就 我們就先動鋼鐵小子 好就這樣吧 我們算運氣不錯耶 沒有考量到這個 沒有想到對手的這個青少女彈頭 但我們先打下去的是夜行者 所以我們等一下被炸掉 然後會是夜行者 不 不 不痛不癢 可以這麼說 那我們的Miss Marco還是活在場上 對方待會還會有一次 兩費可以下在這個 路克凱傑的酒吧 那可以疊成12點的戰力 那我們殺雨衣到中間之後 會有這個 8點 然後麥爾斯打下去 然後再下 換是好還是大群好 很冷 鯊魚 這樣子好像最粗暴 對吧 10點 然後 13點 跟15點 對面應該是 是 藍金旗 嗎 好 好 對方是怎麼打 藍金旗 沒說跟我剛才一開始講的一樣 然後再加一個尼克 好 我們可以跟對面說一聲 謝謝諾教 這個征服賽就順利的打下來了 好這副牌組真的很好玩喔 就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那這副牌不論是征服賽 或者是排位賽都會有很不錯的表現喔 好那最後呢 讓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朋友呢 可以趕快訂閱一下 支持一下查克爸爸 你們的支持真的是我做影片的最大動力喔 那另外一點就是 有你們支持我訂閱數持續成長的話呢 我會有更多的這個 可以幫大家爭取到福利的空間會更大喔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 是被頻道會員已經開啟了嘛 那頻道會員的影片 我到現在還沒有時間完全做完啦 那再等我幾天 我之後會公佈出來 那我可以先預告一下 裡面呢會有主要兩種形式 一種呢是 你知道加入會員就會有福利 第二種呢是 你加入會員後 隨著會員的時間累積 那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四個月成長下去的時候呢 會有不一樣的福利 那詳情呢 就等我會員出來的時候 會有詳細的介紹跟大家說 所以呢 如果想以實際行動支持 查核爸爸的話 可以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那最後一點呢 是我的DC群可以加入囉 那我會把連結呢 放在資訊欄跟留言的置頂 那大家可以事先加進來我的DC群 那可以在裡面聊聊天 大家歡迎歡迎 雖然是個新的伺服器群組 那之後如果有辦茶吧杯相關的 麻布斯坦比賽的話 小比賽的話 那也會從DC群裡面去主要的這個 互動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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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